烈懶真的是 没还能不 retreat 大家也喜欢 欢迎收看超级快乐 欢迎收看超级PI 欢迎收看超级 narrator 欢迎大家来现场 来跟我们一起录像 你可以打开 微信公众号收入超级访问 或者二维码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幸运会友员 最近有物件主题特别火叫 我为儿孙当北飘 看到这部戏 其实既有我们的影子 也有父母 在我们这么多年 飘的过程中 跟我们发生了一些故事 所以今天超级访问呢 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两位主演 这两位主演 因为他们的演技 让这部剧更好看 所以我们用掌声来请出 樱桃 胡宗年 欢迎两位 樱桃 胡宗年 樱桃 胡宗年 樱桃 胡宗年 哈喽 两位好 樱桃 两位好 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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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 好 来 我用掌声欢迎两位 樱桃 樱桃 是重庆人 我重庆人 对 所以你要用重庆话 在北京给重庆的朋友问声好 在北京 你老乡 大家好 比如说飘在北京的重庆朋友们 你们好 你教教我这句话怎么说 飘在北京的 飘在北京的重庆的朋友们大家好 对 飘在北京的重庆的朋友们大家好 特别好 特别好 是我重庆周边的了差不多 不是 先喝了点酒以后说的 我已经从你的口音里听到 范林榨菜的味道了 用上海话给飘在北京的 上海的朋友们 特别有气势 飘了不经的咋可以把我们拿 松颜 不然我觉得你特别想男子 真的 谢了哥们们 陆松颜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2006年 他凭借电视剧《双面胶》 被广大观众熟知 随后在《双城生活》 后《婚姻时代》的影视作品中 他用精湛演技赢得观众喜爱 樱桃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集 2002年 因主演《我在天堂等你》 获众多奖项 随后樱桃凭借历史的天空搭坐车 幸福像花儿一样 杨贵妃《觅食》等优秀作品 成为影视圈演技实力派演员 近期由图松颜 樱桃主演的都市生活喜剧 《不为儿孙当名》正在表作 你爸你妈怎么回事 爷爷奶奶就能抢了孩子呀 你当初你爸你妈不是也把孩子拐跑 打 来 打 打呀 打呀 你不是要打 你怎么的 前面来 你这胖子 你碰架起来了你 别别说你打我 你 你打我算了你 她们因戏成为合作默契的搭档 她们彼此会有怎样的评价呢 我跟她们一起拍完以后有没有吵得脑仁疼的感觉 我觉得天天都在吵架 有吧 你有吗反正我有 我还好 因为我吵惯惯了 我还好 因为我吵惯了 经常吵吵吵吵这路 对 屠宗妍拍的戏都是这种家庭的吵来吵去 你们两位之前有合作过吗 没有 第一次 老师那个学习图老师的作品 然后这是第一次的彼此印象怎么样 你先说呗 你问题太尖锐了 他们要关系不好 他们怎么说呀 有变化 就是我们试装的时候 第一次见他 首先我没想到他这么壮 他就是 就是不知道 反正现在穿上西装 穿西装可能是有点累着的 在家里穿 弄松松的那个T恤的时候 是特别魁梧的 首先我没想到他这么壮 还有呢 就是他看起来是比较闷的 就是好像挺无趣的这个人 内向嘛 因为我也是不太熟的时候 不怎么说话 他也是 反正我们俩第一天 试装碰到了 可能就打了一招呼 就也没怎么说话了 然后拍剧照的时候 也都还挺尴尬的 又也不熟 但是要拍 有一点像夫妻那种的剧照 但是接触完之后 你会发现 他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原来他有这么多的爱好 然后是个很有情绪的人 也很 很自恋 反正挺好玩的一个人 跟我最初的那个印象 完全不同 反差特别大 开始认为很无趣 后来发现很有趣 那樱桃给你的第一印象 桃子 就高冷 真的 就因为没接触过 然后也是从影视作品 网上之前就搜了一下 然后还了解到是军人 军人肃然起敬 在化妆间有的时候 我们跟我跟其他演员 聊天的时候 他可能自己就坐在 他那块看东西 吃饼干什么的 突然蹦出一句话来 就让我们好几秒钟接不上 但是觉得挺跟的 就是这种 后来就觉得他好多东西 这种小幽默是在骨子里头的 就从小玩三句半的那个 我们经过这个调查 发现其实对图从眼 因为我们要分析一下两位 有几个关键词 优品男玩家 然后说樱桃是邻家女恋家女 我们先说优品男 很好啊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挺 挺注重生活品质的人 生活中的细节我都要很讲究 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听说你来到剧组 基本会把很多电器都搬到剧组 是这样吗 你都会拿什么 家里有什么 基本上 咖啡机肯定会拿对吧 还有呢 咖啡机 面包机 酸奶机 洗衣机 冰箱 小冰箱 冰箱 对 烙饼 那个叫什么 电饼铲 电饼铲 炸汁鸡拿吗 有啊 有啊 都会有 来当酸奶鸡 自己做很好 自己做的酸奶非常的纯正 投影仪呢 投影仪 对对对投影仪 投影仪 对对对 太吓人了 这部戏可能没碰到 就是有的时候会碰到那个球赛的那个球技 嗯 然后如果有几个爱看球的朋友会把大投影头上 然后把这屋子整个 嗯 腾空 这边弄上啤酒 红酒 然后女孩会敷着面膜就过来了 哎 起比起啦 没什么 就生活要搞起来 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的生活 可能一年当中得有十个月左右都在外面拍呀拍呀拍 如果你凑合你凑合个一两天我觉得可以 但你要凑合个几个月十个月太对不起自己了 我没去看过她的房间 但是她在现场已经很事儿了 没事儿她怎么事儿 就是每天到点儿就那个点儿得喝咖啡 然后呢喝咖啡是咖啡 应该是下午两三点钟 两三点钟的时候 吃完饭 然后拍两场戏以后开始放困了要喝咖啡了 就来了 然后要咖啡是咖啡的 就是她的杯子都得换着来 咖啡不能速溶是吧 那肯定不行 需要现主 这个我们当时都速溶真的有点不行 那就速溶的肯定不行 而且杯子一定要用自己专用的咖啡杯 带托盘 带小勺的那种 但是我能说很丑吗 你那个杯子 我有一句话 但是我想问一下 比如这场戏还有个房子 比如说要拍一些更乱的 不管旁边是一个什么山村僻壤 您都要用那个托盘那个杯子吗 对啊 带着 这事儿 还有喝茶 有喝茶的杯子呢 对啊 还要配上小点 那女人是不是甘拜下风 也还好了 其实我也会带很多东西 但是我在现场呢 因为有的时候环境啊 可能就是你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那么去那个 我就会让现场在自己 不去想那么多 就稍微操一点 她不操 她不操 她吃饼干都吃 好几百块钱一盒那种 没有 才有好几百块钱一盒的饼干 给我吃一块 真有 我头一次 我吃的那种 就是从她那才尝到的 因为我一般喝咖啡 会配点小点心 下午茶 对 一般可能是我助理啊 或者我们自己做 做成小那个蔓越莓的饼干什么的 你们还自己做饼干 自己做饼干 做面包什么的嘛 但她那种饼干 我说 这好吃 然后让她再拿两盒 什么的吃吃 后来有一天到超市 我去看 我说 这不是桃子那个饼干吗 给我拿两盒 我助理就愣了一下 拿了两盒啊 我说 拿了两盒怎么了 好贵的 对 我一看 物与二百多块钱 一小盒啊 十几块的 好像是 我忘了 我就不说什么牌子了 反正真的挺贵的 您挺讲究的 那也别人探班送的 我也不知道 你还是女演员好 对对对 她经常会有很贵的水果 探班的时候送过来 这个我能蹭着点 挺好 但没人送我 你都家里人做的饼干 那我分给你了吗 这个剧 我觉得身体都特别好 小峰去你们煮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秀气小女孩 这么一下胖的那样 说伙食特别好是吗 你们是每天都在吃好多顿吗 所以反正随时都有吃的 不是她就是我就是谁 大家都带好吃的去 听一下吧 她胖了有十斤的 真的吗 可是就这么看起来 也还是挺瘦的 我觉得她 他们俩就真的超友善的 你知道吗 他们就每天都会带各种 咖啡啊蛋糕点心在现场 我拍这部戏胖了十斤 胖了十斤 上去访问的观众朋友 我已经比从前的李小峰 放了十斤 太可怕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到后来 我们就是在现场 就是真的瞎吃瞎喝 我开始从家里带红酒来 然后她开始点大披萨 是这么大的 要不就是各种盖饭 然后各种鸡蛋灌饼 然后炒冷面就周黑压 就疯了一堆 就跟我们平常陆超访一样 但是陆超访 我们中间休息的时间很短 但是拍戏因为总下来歇 一会儿就五分钟就回来歇 一会儿五分钟回来歇一会儿 就是这样 我太想去拍戏了 听到的鸡蛋灌饼 一般不是演员都不 就是不吃东西的吗 那是在接戏之前 他们是骗子 他们说拍戏之前不吃 一旦签了合约记住 你们就开始追了 反重签了 没有 我觉得这个导演有问题 他不会制止吗 他自己也吃啊 导演吃 刚才那个披萨标上就有一个是导演吗 但是他后来 他有一天我们拍到后面 我已经有段时间胖了 真的不行了 然后要那个接戏的衣服 是那个紧紧的勒在身上的T恤 然后拍完了之后 他就找那个服装过来很严肃 我说干嘛 他就在看服装说 那个 说那个这个是不是死街的 后来服装说 也不是那么死街 说给他加件外套吧 已经没法干了 那你也是 你在戏里面也怀孕就无所谓啊 可是那个不是怀孕的时候啊 我说樱桃那你也是属于一吃就会胖的人吗 也会胖一些 而且那段时间可能就是你也没有时间锻炼 要运动就会好很多 陶松岩是运动是吧 我是之前运动 但是我就像你说的 我是属于那种一吃就胖 就吃多少都反映在脸上那种 我就亏着哪儿也不能亏着嘴 那种路子的 但是干这行人没办法 所以得控制 一看就热爱生活 而且他喜欢做手工 穿过珠子 对吧 对对对 穿过珠子 上次我还有一串特别好 然后自己还做皮具 他自己手工皮具很值得 还被我吃了一个 你这个袋也是 表袋也是自己缝的嘛 有意思吗 这个 很有意思啊 有的时候我戴着这个表 看着我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那个感觉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它是有生命的 真的,我会跟它有交流 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挺好 那我可以现场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拿了一个半成品 外面看过也放过 这特别像定鞋的 咱俩一看就来买的 我再骗了他一个呢 对对 这皮革的 以拍戏的名义 对对对 因为这个皮具挺讲究 都是因为它是要有手工的 对 我们表袋上的这个恐惧 跟这个恐惧就不一样 这个恐惧是因为它 这是个刀鞘了 我以为你做的是鞋子的一面呢 不是 刀鞘 然后它会恐惧会大一点 会五毫米 像这表袋的是3.38毫米 一般的都是像欧洲的一些 大牌的那些皮具 都是这种 这是蛇吗 这个是蟒皮 对 蟒也是蛇呀 来 小心 动了手 好久没干了 李仲慎是在做手工的 是吧 他是做琴 手工极的 对手工做极的那种 太牛了 像这样 然后它这样缝出来的线 它会 它会 比较平整的在它的这个孔缝里头 对 会挺好看的 包括这个用什么线 用什么颜色的线 很线好看 跟这种皮子的搭配 这些一定要肚打蜡的 对 蜡线 你说它这个缝几个小时 也是一种修心养性的过程 对 对吧 所以脑子里就放空了 人最怕没有爱好 我们就多爱花钱 婚姻定制 让我看一下什么 对对对对 来 这个 持近 没问题 知道了 然后这一只 跟它保持90度 两个手捏住 把它拉出来 为什么要保持90度 怎么拉 它是一个 一个标准的流程 这样好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你手上肯定有油 对 有油髓 不太好 然后这只手把它捋过来 这只手不能松 对 这只手把这两根线捋过来 这根线再穿过去 再同样一个眼 同样一个眼 还是这个吗 对对对 还是这个眼 我手有油不好打扑 对 没事 手上油还挺毒 对 看它弄挺容易的 OK 来 抽一下 对 对 两边同时 哎呀 你挺专业嘛 两边的力一定要用一样 这样两边的那个 松紧度会 因为我学过采访 所以有一点点接近 哎呀 现在男人又做饭 又缝东西 樱桃不行吧 缝东西什么都不行吧 这么专业的不会 皮子不会 但我以前爱绣个花什么的 但是没有把它弄成就是好像很专业能做出包来 听说樱桃市并不喜欢逛商场 但是特别喜欢到全世界各地的这个跳蚤市场去买东西 我觉得独一无二吧 我喜欢那些老东西 就像图图说他自己做的那个 那是他一针一线缝的 他觉得有故事 我觉得别人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也一样有故事 来,拿一下樱桃葱跳到市场买的东西 都不会有意思的东西 这个是我前两天去双廊 然后那边的白族 双廊 这是老的 这个是我当时 因为我带了一个很小的箱子 这是我拿回来的两件 你要不要试一下 好啊 套上看看 套上看看 你先来参加派对就穿这个 我今天本想穿这个来了 漂亮吗 漂亮 大家看一下后面的这个 这个是... 你说这个是老的秀片是吗 对,叫打紫秀 他也知道的 对,打紫秀 你就这么穿着很好看 对,我就... 来,说两句话特别有风情 是 这女人的味道特别有味道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件绣品 而且现在可能好多这种绣法 都失传了 对,没有了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收一件少 别把人衣服称坏了 不会 合适 披着 好,这里还有一件 这叫娟秀 这个不一定很老 但是现在这样的秀女已经很少了 发现她的过程 我觉得比拥有更有意思 她们就是小摊嘛 然后我去买 她摊上是没有所谓的 他们认为是挺好的东西的 但她看我真喜欢 然后也会买 然后她就跟我约了时间 到我的酒店晚上背了一个框 然后她把那个框拿开拿出来的时候 有好多好东西还在路上没到 就是你会很惊讶 其实 但是我有两个朋友 女朋友跟我一起去的 她们就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然后我是自己的 然后很开心 她们就没感觉 她们还会说 标志在哪里 标志 那倒也不是 她只是不知道拿来怎么干嘛 但是我就自己喜欢 然后过程中 就会问她们这是干嘛的 然后你就会也学不少东西吧 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讲说 其实包括那个 我住的那个酒店的老板娘说 她说老东西新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些东西快失传了 如果还有人买 就会有人再继续做这件事情 否则没有秀女了现在 因为大家觉得 这个事情生活不了 是的 来,导演拿下去吧 谢谢 好,本来我们由 副部领导品牌 芬思妮独家灌名 芬思妮只为你守护 自然之美 我们今天其实请两位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部戏叫 我为儿孙当北漂 写北漂特别多 但这个是为儿女 就讲到了北漂一族 然后父母 过来的很多故事 我很多的好朋友 他们就现在北京 待了两三年以后 他们爹妈也到北京 来跟他们一起生活了 其实爹妈也成了北漂了 图松妍不存在着 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是北京人 其实我是 我是一个 弟弟到到北京人 我从出生的 那个妇产医院 然后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工作单位 都是在东城区 所以 其实在你十八岁之前 你没见过什么世面 就特亏嘛 那你考这些系 是不是也是当时就想 我住东城区 看到东城区 这个胡同里面有 那我就考了算了 是吧 我阴差阳错的 我是原来一直想学经贸 后来高三的时候突然 不知道哪根筋抽上了 那时候有一个比赛 就是那种 叫什么 叫奥运先生风采小姐大赛 就是那时候要征办两千年 我有印象这个 这个在北京还挺热闹的 对 他那时是北京征办 两千年奥运会 没征办成功那季 要征办成功了 估计能提早出来点 后来就参加那个去了 结果 出生牛都不怕虎嘛 就一下就混进决赛 得一个第三 然后又参加了一个叫 香港英皇金如斌的唱歌比赛 又混进全国决赛了 正好这俩比赛中 有一个评委是中系的老教授 他去 他都去了 我也都去比赛了 第二次碰见 他就说 小伙伴你又来了 有这能力 你考考我们学校吧 后来我说您是 他说中央戏剧学院 后来我就试了一下 赌一把 我说能上就上 考一次 能上就上 上不了我继续考我的经贸 一考就考上了 刚好我们真的还有 这两个比赛的VCR 大家要看吗 对 看一下大屏幕 首先做下自我介绍 我叫吴松颜 来自北京 很像看像黎敏 就是看不太像 刚才那个好看 就是我自己 今天带来大概一局 涛生依旧 希望大家喜欢 我喜欢 谁在想看 这是你吗 我 可以 我 可以 我去 是 跳得太棒了 你完全不可以藏啊 我看怎麼是起雞皮疙瘩 我看得... 看得出中間差點虛偷了 來櫻桃評價一下 剛才我看那個 一開始摔為像黎明呢 那個... 第一個是奧運先生的 人家穿那個西裝 第二個是英皇大賽 人家就變成... 當年霹靂嘛 那個第一個比賽 那個西服是我爸的 對 然後第二個跳的那舞 是我媽給我編的 特二 那時候不懂 說那個... 那是我第一次 就是現場跟樂隊合奏 我以前都是卡拉OK嘛 就跟著伴奏帶唱 後來說跟樂隊合奏 我還挑了一首就是 林志穎的這種 連蹦帶跳的 真是真唱 我那時候真是連蹦帶跳 真唱 聽出來你一直在喘 喘得要命全跑掉了 所以... 哎呀 他那種經歷太逗了 所以歌手不是一般人能當 挺好的人 我覺得特別好 氣質完俊變了 嗯... 小鮮肉嘛 這段錄像一定得給我 我們... 當時櫻桃北漂是因為什麼 我就到北京來念書啊 哦 剛來的時候 很多不習慣的 氣候啊 吃得多東西啊 沒有那麼喜歡北京 坦率地說那個時候 我想特別是 我宿舍的一個同學 是北京人 我跟另外一個湖南的女孩 我們倆在聊天 然後說北京哪兒 都傻大傻大的 就北京都特別寬束 特別粗 都特別大 然後那個北京的姑娘說 北京那麼不好 你們來北京幹嘛呀 我一直想特別 特別特別特別深刻 就剛來的時候 有很多不習慣 你有沒有那種 特別孤獨 我覺得跟前衛官 你來北漂 當北漂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頭幾年永遠都不會覺得 這裡是你的家 你總想找到一個方式 比如說我念書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畢業以後 我能在這個城市 買一個小房子 那時候那麼一想買 就想租一個 然後有一個窗戶是我的 我在北京有家 是不是就覺得 這是你是屬於那種 搶戲的那種 他把水掉到地上了 沒有 我跟你說 人家說得特煽氣 為什麼在北京 有一家他咕咚 真不是成金 這就是聽眾演員搶戲啊 我其實念書的時候還好 因為在軍校管得很嚴 然後大家其實也沒有太多的分別 因為我們都要穿軍裝啊什麼的 然後要去食堂吃飯 然後也不許出去住什麼 雖然你是大學生了 然後剛剛分到團裡 也還好 但是進了團 我們是四個女孩 一個宿舍 別人有北京人的 然後當時有 已經談戀愛的 或怎樣的 就是每天晚上只有我一個人 在那個宿舍裡頭 很小 而我的床是 對著暖氣片的 因為很小 然後我那個是在那兒 然後我每天晚上對在那兒 把這邊好像 這邊有 如果頭衝這邊 好像那邊就是衛生間 有味兒 然後衝過來是暖氣片 但是這樣橫過來 床擺不下 所以我每天 都流鼻血 是因為冬天的時候 靠著 對 本來南方人不習慣 所以是那種 就特別渴望 就覺得別人都能回家 我什麼時候也能回家 在北京 你說要是圖中研究好了 咱們回他們家去都 兩位第一次在北京就是 振錢的那件事嗎 是在學校裡的 師哥在這 我們也知道電視台錄節目 我印象特別深 電視台能給多少錢呢 是 錄一次三百四百 對對對 三百我們錄卡羅K 美京電視台的 我們是錄一個什麼小品 就是那種北京電視台有那種 我都忘了叫什麼節目 拿到興奮吧 第一次 就能調整你的生活呀 然後你就可以買一件 想買沒敢買的衣服啊 之類的 三百塊錢 你的三百塊錢 是北京電視台演小品 你的三百呢 卡羅K 前兩天我們同學聚會 大學同學聚會 還翻 真有 就是當年我們在大一 或大二的時候 還是老師給介紹 可以去拍一些這種 小的這種 算是社會事件 像MD 對 現在叫MTV 那個時候就叫卡羅K 對 就是在後面 什麼一場遊戲 一場夢呀 後面就是男男女女 吻別呀什麼那種 慢走 對 各種回頭那種 對 三百 關鍵 高興嗎 你覺得有這活兒 當然高興了 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能攤上到的 還有一些特點 我們要先介紹 他一定要在城牆 然後男女之間要交叉 走過去 對 我來拍這裡 來 你從那邊 我從那邊 這是城牆呀 好 原來夢了 原來夢了 如果能碰這樹 還得抓一下樹 其實都是這個 我們可以演三個人的 他經常都是 對 三個人的 三個人的 來 音樂 接著說話 慢動 唱 又當天 還有呢就是 飲一杯紅酒 從頭到尾 兩個這樣呢 從頭到尾 然後你交點 從酒到臉 從臉到酒 對 說到北漂 其實櫻桃在北漂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難忘的經歷 其實我真沒有 我跟他一樣 就是小時候在重慶 沒怎麼出去過 然後剛放出來之後 就太開心了 太希望興奮 對 然後我們反正同學 到時候第一天都給家 要打電話都哭 什麼的 媽媽想媽媽 什麼的 然後我完全沒事 我為什麼其實演這個戲 我也是覺得 有很大的一個原因是 北漂其實 大家說了好幾年的一個 它並不是現在最 最硬的一個 一個話題 但實際上我覺得 漂這個字吧 像我們這樣 就你不是北京人 可能 你到什麼時候 你都是這個狀態 真的不是你有了房子 甚至於你在北京結了婚 你怎麼樣 就它很奇怪 我是到今天才 有這個感覺 比如我對我的父母 所以你剛才說 我有什麼 特別難忘的地方 我覺得現在 此時此刻那個狀況 是我會覺得 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以前沒有想過 說我有一天 還會這個事情為難 就他們老了 然後我又是獨子 我小時候 我小孩適應 能力這麼強 來北京剛開始我都 那麼不適應 那他們來了就會 不適應的 氣候沒有朋友 我一忙起來 他們兩個人 就現在比如說 一覺得空氣也不太好 就在屋子裡 有的時候我回家 打開門 兩個老頭老太太 就對著電視 都看傻了我覺得 然後 可是他們在老家呢 有朋友 有那個 可是你就會很擔心 萬一他突然 生個病什麼 你都不能及時 在他身邊 特別害怕 就是 比如說晚上九點鐘以後 接到我媽的電話 或者是我爸的電話 因為通常那個時候 他們不會給我打電話 要不然他們睡覺了 要不然他覺得我拍戲 可能我也快休息了 那電話一想 我一看到 我就心裡是毛的 一定是家裡 是他們或者是外公 就是 就是有什麼問題 就是那種 那種無力感有的時候 就不知道讓他來 還是不來 但是我現在有 你說我長期會 重慶去生活 好像也不太現實 所以這個東西 是你好像挺無力的 你不知道 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解決它 你拍戲的時候 比如說不在北京 或者不在重慶 你在另外一個地方 你會讓他們去玩嗎 會啊 當然會啊 我也是 這兩年 但我是這幾年才會的 之前 我之前都一直會 沒意識 對 沒有這個意識 就這幾年開始 突然覺得我特別希望 我在一個異地拍戲時候 希望能讓老媽 對 過來 帶一支 而且我現在住酒店 我都會盡量跟他們商量 給我找那種 酒店是公寓 就是能做飯 每家住在一起 對 即使幾天 讓我爸媽來就住在一起 我跟你講 我們自己 二十年前我來北京 我遇到了很多困難 我都不覺得讓我糾結 就像現在 我爸就不來 我媽就來 那因為我媽幫我看小孩吧 我爸來了以後 他就跟我說了一句話 就像困獸一樣 對 就是樓下 整個生活圈子都打破了 沒有人認識 他在那邊可以上山 隨便 像我們那個城市又特別小 隨便走一圈 就可以遇到很多 親朋友 以及老同事 我爸爸現在在重慶 都住在 最老最愛的我們家 就是他那個單位 家屬院的老房子 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我說在重慶買的房子 他說這裡沒有老同事 我說爸爸 我沒有辦法 就是把家屬院的 他們也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不可能還像你年輕的時候 都在一個廠區裡頭 因為他們以後買了房子 也都在這個區那個區 不可能在一起的 我知道 所以我還是回那去住 他還是要在那裡住 你沒辦法 我會覺得 這個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然後我的方法呢 就是幫我媽 創造朋友圈 然後就是到附近 給她主動認識了很多阿姨 比如說跳那個廣場操 不是廣場舞 就是 做操的那種 因為她有糖尿病 然後就加入了 加入了以後 慢慢慢慢就認識了一些大姐 他們現在一塊去旅遊去了 就是強行的傳舉 我媽也是 對 強行傳舉給父母 我媽也是 可能她比如說她在三亞 過年在三亞 然後她就在那兒認識了 周邊的那個鄰居是北京的 他們都在一個重慶人 一個北京人 然後到了另外一個城市 他們會很容易的就熟絡起來 然後覺得挺好的 然後知道我媽到北京了 會約著一塊兒去玩啊什麼的 慢慢慢慢會好一點 那你爸更寂寞了 你有這樣的團島嗎 你不會有吧 因為你在北京還好 是吧 有的時候 老媽她是教師教舞蹈的嘛 你看她 雖然退休了之後 她會 特別希望有人 反評她當評委啊什麼 她會 特別積極地去參加這些活動 那麼我也像你們一樣 可能運作就是讓她 讓她之前的很多學生 到家裡來看她 然後跟她有就是 互動 就讓她能夠有一個很充實的玩意 對 忙碌起來 對 忙起來 你也要運作 真是的 一樣 我真的是很感恩 我媽我就說 她媽不用運作 我不用運作 我媽就是我回家 我媽還說你等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檔期 我沒時間陪你玩 其實對我們來講 但是你媽媽還是在上海生活 對吧 對 一幫老姐妹 就整天就組織局 大家每個禮拜 找一家新的餐館 要去聚餐 然後每三個月得出湯國 她們需要朋友 她們不只需要錢 真的 她有錢 其實她們能花多少呀 我媽很能掙錢 就是你媽挺花錢的 我媽挺能掙錢的 挺能掙錢的 就炒股票啊 那天我說 媽我中午出去吃飯吧 她說我有點事 我真的今天中午真的有事 後來我就我們出去吃回來以後 她跟我說 我掙了好幾千 但是兩位都是單身的吧 所以沒結婚的都 家裡吹婚嗎 你們三位都是 我們家不吹婚 我媽就說了隨便 我媽都吹了好幾輪了 她會有什麼方法來吹你嗎 那些比較奇怪的招 因為她那方法特奇怪 真的嗎 特奇怪 就有一次她那個說那個那個 打電話 兒子 那個有空回了一趟 我說什麼事兒嗎 咱家那個 魚缸裡的魚生小魚了 像鬼話 我說 魚應該是生卵的吧 卵再孵化成小魚吧 嗯 直接生了小魚 你來看 你趕快來看 生了好幾條呢 咱們這繁殖能力真強 那後來我其實挺心酸的 其實她真的渴望有一個 有一個傳承啊 有一個葛代的這種親情 對啊 那你就把那縫皮子的時間省出點了 趕緊出去談戀愛去 好嘞 聽你了 好吧 那陰坑你也要加油啊 加油 我自己還單著呢 還說的話 我覺得你的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太漂亮了 你沒有危機感 我怎麼沒有危機感 因為你還覺得自己漂亮 如果有一天坑就是不漂亮了 你馬上就有危機感了 條件就降低了 知道嗎 我條件不高呀 不高還喝水 演示 喜歡有文化的 對 反正我覺得呢 我就不去催別人 你催人幹嘛 每個人有每個人生活方式 對吧 這個舞台要百分之七十五 都單人了 而且他們也沒閒著估計 好吧 對,好 謝謝兩位 本節目是由 婦夫領導品牌 芬思妮的獨家冠名播出的 芬思妮只為以守候自然之美 最後兩位 正好藉由我們的電視 對自己的二老說點什麼吧 真不想煽情 但是跟老爸老媽說的話 一定是發自內心的 爸媽 您的兒子 這麼大了 你們操了不少心 放心 一定 讓你們過上一個幸福的晚年 讓你們能夠 讓你們的願望能夠達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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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意思吧 加油 您好呢 真捨不得 我媽 我媽最近總說 她覺得她跟我爸年紀都大了 然後慢慢要成為我的負擔 我特別想跟我媽說 媽我永遠需要你 你永遠是我的小太陽 你發現所有的人都扛不過說自己的父母 對 因為只有對自己父母說話的時候 就是最真情的那一刻 對對 假不了 不管你是演員還是一個普通人 對 所以我們 希望所有的看我們這個節目的朋友 真的家庭幸福 然後父母身體健康 對 身體健康 謝謝本期超級寶販 福東 謝謝大家